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来人是很明显的 是不是在配合中国呢 来换个杨志良竟然会去带头 要去抗议我们的国产疫苗 第三期没有完成 那其他的世界各国疫苗 有完成三期吗 那显然中国的疫苗 也是拿这些其他的国家 来当成一个试验品 那为什么要对我们的国产疫苗 是这种态度呢 说实在我今天一早看到中国时报 用头版做这个新闻 而且还访问了一个所谓的专家 而这次这个专家没有匿名 有名有姓 我真的有点错乱 因为包括中国时报 包含杨志良 包含有些人 现在在畅衰国产疫苗 你们前一阵子不是讲说 为什么台湾没有疫苗吗 现在要做出来 你说那你在急什么 真的有病要看医生 你们不觉得精神有点错乱吗 那我提醒一下杨志良署长 也顺便提醒我们观众朋友 杨志良担任卫生署长 是2009年到2011年 2009年年底冬天的时候 全世界流行了一个 疾病叫心流感 H1N1 当时我们的国光 用很快的时间 做出心流感的疫苗 当时就是杨志良当署长 请问杨署长 国光疫苗 开始全民施打之前 有没有做三期 如果你当时可以 那为什么现在不行 更何况 这一次是全球性的 台湾的紧急授权的规定 完全跟WHO 跟美国FDA 跟欧盟的EMA 完全是一模一样 而且甚至 刚刚小玉解释很清楚 我们其实是有点把二三期合并做 就因为二期没有人做到三千多的 我们几乎是把二三期合并做 才会要求做到三千多 你觉得这个过程不严谨吗 你觉得主持高端疫苗的台大谢斯明医师 跟主持联雅疫苗的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的 黄高宾副院长 他们会不如你吗 杨志良攻击部开拍厅 你根本一点专业都没有 疫苗方面你不是专业 你当时在当署长的时候 国光的心流感疫苗 就是这样子通过的 我们也打了这么多年了 那你现在跟我们讲说 会买的才有鬼 那请问国光疫苗 是不是连鬼都不如 因为你当时还没现在这么严谨 所以我觉得杨志良 在不逃发生群聚感染的时候 你说台湾三个月后会变成像日本一样 现在三个月过去了 请问有没有 那杨志良你有没有道歉 如果你没有道歉 我是觉得我如果是你的话 我根本没脸出来讲话 因为就跟吴子佳一样 败诉的记录随便一捞七八次 不是道歉就是赔钱 所以我觉得杨志良 你不要去畅衰国产疫苗 更何况今天不管是主持的医师 或者是说有了解这个国产疫苗 到目前为止人体实验 因为我看好像 苹果日报跟自由时报 都有线上的记者 自己去担任这个 志愿担任人体实验 对 一般的反应都还不错 而且据说副作用很低 对很低 顶多就是大概酸痛 稍微有点发烧 头一点点痛 据说副作用很低 所以其实包括我在内 很多人对国产疫苗 是非常有信心的 而且我们的国产疫苗 将来上市之后 当然优先提供我们国人 如果有多余的能力 我们可以援助我们的邦交国 比如像巴拉圭啊 人家这么够义气耶 中国拿疫苗去引诱他 巴拉圭不甩耶 对不对 他说不行 这侵害我的主权 而且你不能拿照顾 国民健康这种人道 来要挟我 那如果将来我们的国产疫苗 如果我们行有余力的话 我们可以提供一些给巴拉圭啊 提供给我们的邦交国 何乐而不为 所以我觉得不要去唱衰国产疫苗 你今天唱衰疫苗 对于防疫一点帮助都没